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經過上星期大幅下跌 跌到低位是24,700的水平附近之後 港股是有一個逐步見底的形態 其實如果看回過去幾天的反彈 雖然指數是去到26,300 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去突破 不過以現在這個水平看 行至由低位反彈上來 逐步在雜幅中進行一個整股 反而對於後市來說是更加有利的 以現在看回整個行至 有去年3月疫症的時間最低位 21,139點的水平 逐步完成一個升浪 去到今年2月最高位是31,183點 其實如意作為一個回調幅度 61.8%的回調目標位 正正是去到大概25,000這個水平 當指數在上星期 急跌5跌穿了25,000去到 低位的時間是24,700的水平 其實整個回調已經是到位了 所以再進一步作為一個更大幅的下調 似乎在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就未必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機會 尤其是現在看回指數在上星期的急跌下 整個的所謂市漲率已經是去到一倍的水平 當在過往,譬如說金融海嘯的時間 2008年,整體行指的市漲率 跌到一倍已經是即時見底 預計回今次的一倍市漲率下 也對指數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以現在去看回整個走勢行指 在短期內未必會有一個很急的上升 最多來說可能在逐步反彈下 就升上去20天的移動平均線的水平 雖然現在來講20天線還是很遠 但是因為上星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急跌 很可能在短期內 會將20天的移動平均線 大幅拉低地跌下來 令指數方面可能在升上去20天線 大概去到26,800這些水平附近 就隨即有一個阻力 短期來講,整個大市在反彈的期間 成交額就不算太多 以現在去看回 今天整個大市升了274點 升幅大到1% 而成交又再縮下去是1,669億 整個的成交在上星期大幅上升 兩次流上之後 整個的升勢 也可能在短期內一下子到位 所以都會成為大部分投資者 在高位內借口先行沽貨離場的情況 所以也預計指數在短期內 逐步向上 20天線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至於現在來講,仍然是一個反彈的時間 我們也繼續看到資金流入去恒指的成份股 就以今天為例 恒指的成份股 總共錄到76億的資金流入 比起上星期二的時候 是有163億的資金流入 雖然是少了一半 但是不代表市場是無力的 因為始終來說 在低位內有很多投資者 無論進行一個兜底 又或者是在低位內 先平了一些沽空盤 都會令到資金直接流入的速度加快了 但是到了現在的時間來講 當時是回穩 整個資金流入到60多億一天 其實仍然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水平 然後恒指在短期內 跌下去 25,000的支持力度是非常之好 跌不穿這個水平的基本上在短期內 另外也要看反彈來講 我相信暫時只是去到26,800 可能在8月份的時候 整個市場就會在25,000到26,800之間 這個水平裡面是繼續橫行發展的